1 2 3 GO 不要一直看我 我覺得很丟臉 一點都不丟臉 你超正的 好丟臉 我認識你 從國中到現在 剛剛是我唯一覺得 你比我厲害的時候耶 沈嘉儀 你超正點的 而且你啊 吃那個肉丸的樣子 也超正的耶 討厭 那是因為 那裝潢老電腦實在太好吃了啦 所以我忍不住就吃了起來 你還是吃肉丸 你講話好噁心喔 你吃肉丸給我看啦 算了啦 罰站好了 意識模糊 當初才會看上沈嘉儀啦 但是現在沈嘉儀也嫁人了 但是還是讓我回想起 當初我跟他一起吃肉丸那種 甜甜的滋味 想到那個肉丸 我就一定要來到彰化 好好的回味一下 現在這家店聽說是老闆的女兒 而且是個大正妹所經營的 趕快好好回味一下 品嚐一下 就是這一家啦 正彰化肉丸創始店喔 我跟你講喔 這家店呢 非常非常有歷史 等一下來問一下 你們就知道了 眼前這位應該就是 肉丸的千金 你好 請問你是這個 肉丸的正妹 對 我是 雅蘭對不對 對 西里眼前這位親切的正妹 就是咱們今天的主角雅蘭 擁有亮麗外表的她 為何會決定 接手家中的肉圓老店呢 而她又有哪些職場干苦談 要跟我們分享呢 趕快一起來了解吧 要來品嚐你們家 最道地的肉丸對不對 哪一個是你推薦 第一個要吃的 第一個要吃的就是干貝 干貝的 對 吃這一個最大的 對 最大的 賣最好的 對 它是我們家的招牌 那我相信 你知道為什麼我還沒有吃 我就知道你這個東西 一定很好吃 因為謝忻是不是來過 對 她最愛吃了 那她有沒有吃這個干貝 她有 她吃完 她吃完 追加一顆 我就知道 她這種人就是 又要吃 然後又要外帶 另外外帶 另外外帶 她在現場吃了兩顆 吃完吃兩顆 你們追加店是 這一個彰化地區 算是最早的一家店 1940年就有了 對 創始店 還是日據時代就有 日據時代的時候 所以你是第幾代 我是第四代 第四代 對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吃法 你建議呢 你可以先吃原味 先吃原味 然後去試那個皮的Q度 先吃 因為我們是純番薯粉 番薯粉吃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它的Q度 很彈 對 它Q度不太一樣 跟外面一般吃的肉圓的 軟Q度不太一樣 不是 你這個皮本身就有一個 一個香味 對 地瓜的香 對 嚼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那個韓籍的味道 會越來越重 我要尋找我的干貝 好 這個 所以你裡面加了很多干貝嗎 大概六 七個 然後豬肉還有竹筍 你們也是下重本耶 對 你們的肉很有彈性 很有嚼勁 你們是怎麼會想到 要放干貝進去啊 干貝只是單純因為 我爸爸自己愛吃干貝 所以他就把自己想吃的東西 加在裡面 感覺真的是海陸總會 對 我說真的 你們這個皮真的是 讓我太驚艷了 因為 你看喔 坦白講我吃肉丸不太吃皮了 對 可是你們這個皮喔 不會讓人家覺得很膩 而且你們那個 真的有一個韓籍的香味在這個 就是我們講究的就是 它東西就是純天然的 而且你這個皮夾都會刷住 對 會一直想要吃下去 為什麼你會想要在這裡做 因為之前是因為爸爸生病 所以那時候是從美國回來 只是單純的想要多陪他 所以你之前不是在這邊工作 我之前不是在這邊工作 你之前在哪邊 我之前在美國念職能治療 或是後來爸爸癌症 然後生病 然後那時候是跟媽媽在視訊的時候 看到爸爸身體有點虛弱 坐在那邊的時候 所以就覺得說還是要回來陪陪他這樣 他們會希望你回來嗎 因為你在如果是在美國的話 也要花很多的時間跟學費在那裡進修 那他們會贊成你回來嗎 那時候他們不是很贊成我回來 他們覺得我只是 也不需要去接這家店 他只是回來陪陪他就好 怎麼一回來就... 那時候後來是因為 因為賭一口氣 覺得不能讓人家看不起我們家店要關起來 蛤 就是你沒有回來以前 有在討論要把這家店關起來 對 1940年開到現在要關起來 因為家裡就只有兩個女生 而且其實做這個東西都很辛苦 因為我們早上大概六七點都會起來 開始準備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也到大概十一二點 所以其實整個工作時間很差 那你聽到家裡要把它收起來 你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第一個感覺就是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應該是說歷史傳承下去 是 所以就覺得說應該 我可以來試試看 你從回來到現在 在這家店多久了 大概七年七八年了 這麼久了 對 我還以為這次才剛回來而已 沒有 我回來七八年了 那等於就是下定決心 就是要把它扛起來了 對 七年前剛接手的時候 剛開始在... 碰的時候會覺得不習慣或不適應 都不是很適應 因為其實 以前從小到大都是 什麼東西都是... 摸一下摸一下 可能就是從開始收完這樣而已 沒有都完全參與就對了 對 然後什麼東西都要開始重新學的時候 其實有點累 一開始的時候 對 一開始很累 然後又遇到一些客人的時候 一些冷言冷語的時候 有時候會想放棄 但是又覺得說 這個應該是我自己的責任 應該要去克服掉這樣 不熟悉的時候有沒有 因為奔手奔腳受傷過 常常就是會去燙到 像我們煮甜醬的時候 它就是... 因為它是甜醬 它是濃稠狀 所以它滾的時候 它會像鹽漿 鹽漿 對不對 對 所以就常常會去燙得 手亂七八糟這樣 是喔 就像... 這個就已經沒有辦法削了 可是還是有巴塞 對 就是都沒有辦法削掉 那你爸... 你爸還捨得嗎 我爸捨不得 但是... 因為我很倔 所以我就是... 你是家裡的老大是不是 我是家裡老大 有那個長子的責任就對了 對 那你其他店家有沒有覺得很意外 怎麼會... 已經... 會會就是... 對 正常 因為他們應該覺得這一家店 如果你爸決定不繼續 就不會繼續啦 他有沒有很意外是 結果是你 對 結果一開始大家有傳言說 你看... 我們看這一家店可以撐多久 真的喔 就是我可以回來接 可以撐多久這樣 然後... 現在我就說 好歹我也撐了六七年啦 不看好你的 還有沒有聽到什麼 人家講什麼 像之前也有客人 就當著我們的面就說 如果早知道你要回來接肉丸 我是你的話 我就不會去國外念書 去國外念書 還是得在這邊炸肉丸給我們吃啊 但你沒有跟他講 就是兩碼子的事情 我就說你可以試試看 哪裡不一樣 而且我追求的是健康 那... 你吃了就會知道 我們的差別在哪裡 所以... 反正你就不管外面怎麼講 你靠行動來證明 就是你跟大家講的不一樣對不對 對 哪一個地方 你有跟之前爸爸那一代不一樣 你改變了什麼 改變了像我們豬肉 之前就是用溫體豬而已 但是問題是 後來我們就改用酵素豬 是因為我們覺得 東西要越來越養生 所以你們在食材上 在你這邊會更講究 對 因為我們從小就答應爸爸說 什麼東西都要維持 不可以偷懶 但是只能越來越好 不能越來越差 我就是答應你爸的一件事 對 成本會不會越來越高 成本當然是會越來越高 但是你就是相對賺少一點 你是一個良心的問題這樣 那有沒有就是 過分到有什麼話會惹怒你 他就會說 那吃起來其實跟外面的 也是一樣啊 那我就會覺得說 可能我堅持這麼多 很健康的東西給你們吃 那我覺得相對的成本提高了 但是你們 還是可能只是追求那個口感 會有一點不疑 會讓我覺得說 我這樣做下去 到底是真的還對還是不對 那有沒有客人是 就是站在鼓勵你的 就是那一些老客人 有 也有很多老客人 吃得出來的 他們就是說 你跟爸爸做得更好 他們吃得出來覺得更好 對 因為我們之前 其實有偷懶 那有沒有就是 過分到有什麼話會惹怒你 他就會說 那吃起來其實跟外面的 也是一樣啊 那我就會覺得說 可能我堅持這麼多 很健康的東西給你們吃 那我覺得相對的成本提高了 但是你們 還是可能只是追求那個口感 會有一點不疑 會讓我覺得說 我這樣做下去 到底是真的還對還是不對 那有沒有客人是 就是站在鼓勵你的 就是那一些老客人 有 也有很多老客人 其實 吃得出來的 吃得出來他們就是說 你跟爸爸做得更好 他們吃得出來覺得更好 對 因為我們之前 其實有偷懶說 竹筍也不用去炒 然後我們就有一次是偷懶 就沒有炒竹筍 可是客人一吃就吃出來說 你們今天東西肉圓不太一樣喔 好 竹筍少了一個什麼味道 所以它一定是常客 對 我們都是常客 所以從此以後 換你的時候 你就非常堅持 堅持每個步驟 對 不能少一個這個環節就對了 那最高最高紀錄 一天賣出多少顆 有沒有算過 沒有算過 因為其實我們東西都是 純手工去處理 像肉我們都是 手工去切的 所以其實我們一天的量 就是這麼多 我賣完就沒有了 賣完就沒有 有時候我們會當晚三 四點 那最早 幾點賣完 我們最早就兩點多就收電了 下午兩點多 那幾點開 一點半 開一個鐘頭 那也太可怕了吧 我們十點半開門 十點半 對 早上十點半 十一 十二 一 二 才開四個鐘頭 我就賣完了 對 也不會想說再準備多一點 賣完就賣完 因為你每個東西 都是要手工去處理的話 就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對 因為像我們肉醃 一定要醃超過一天 它才可以處理 就是才可以包給客人 我很好奇 像這個賣肉丸 有沒有分淡季跟旺季 有 也有喔 就是旺季大概都是過年那段時間 過年的時候 對 那生意差很大嗎 差很大 因為過年其實都是很多 返鄉的那些遊客會回來 喔 所以就會回來買肉丸回去吃這樣 然後想念那個 以前的那個味道 你覺得他們都是為肉丸而來嗎 有沒有人是為了你而來的 有沒有遇到這樣的客人 之前有客人是因為新聞報導 他覺得我很孝順 所以就叫他奶奶一定要來這邊買 你確定是叫孝順嗎 他怎麼不自己來叫奶奶來 奶奶都請退了 我也不懂 他說他沒有辦法過來 所以他要請他奶奶過來這邊買 他可能在外縣市啦 他可能在當話 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 奶奶跟你講 他奶奶一來的時候就說 你要跟我派一下 我孫子說一定要確定是你買 跟你買 我們說好 那有沒有遇到什麼追求者 之前是有一些 常常會每天來吃 可是後來媽媽就開玩笑 想說你是要追妹妹還是追姐姐 他就再也沒有過來過 但是他每天是 維持大概多少的時間 讓你們發現他每天都來吃 他大概有兩三個月都是每天來吃 兩三個月 每一天 每一天 他有常常換口味嗎 沒有 他就是固定吃香菇 然後跟一個糟糕他 覺得這個是可以每天吃的 所以他每天來的時候 他也不用跟我們點 我們就知道他要點什麼 那你們有沒有那種 非常始終的客人 跟老顧客 然後支持你們好幾代的有沒有 有 我覺得有一個奶奶 他就是從我爺爺那一代 就一直吃 然後認識爺爺 認識爸爸 然後現在還認識我這樣 從爺爺奶奶那一代就開始吃喔 對 那少說也吃差不多四十年左右了 他現在已經八十幾塊九十了 八十幾塊九十 那還會來你們這裡買肉丸 對 所以你等一下吃一家的吃肉丸 可以嘗嘗有沒有 對 應該都是天然的東西 三十歲又住到現在了 是他那個阿嬤的時候 我們就認識了 他都來這裡吃了 我們有其他的 我們有不記得的地方吃了 肉都很吃讚 肉很Q啊 當然就要在這裡吃了 這一些客人會不會對你來講 也是一種很棒的鼓勵 這種客人我就覺得 對我來講是一種支持 而且之前還有一個客人是 他在店面他都沒有跟我說什麼 但是他等他出店面 然後上車以後 他打電話來電你給我 然後他跟我講說 妹妹 我是剛剛去的那個婆婆 你要加油喔 真的喔 他說你要加油喔 不要輸爸爸媽媽媽 你要更厲害喔 然後那時候一聽完就 大哭 真的喔 對 因為我覺得說 這對我來講是一種支持這樣 所以他其實也是你爸爸媽媽 那一代的客人 對 然後看到你接手 然後他也想說 默默的來支持 對 然後吃完之後他覺得 感覺你很用心在做 然後再打個電話鼓勵你一下 對 喔 我也感動 這就是 再辛苦喔 遇到這樣的客人喔 就是會讓自己更要堅持下去 然後維持更好的平衡 那你做到現在 有覺得很有成就感嗎 最大的成就感是什麼 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媽媽會跟我講說 我做的味道 跟爸爸做的味道是一樣的 這樣我就覺得說 我做的其實這麼辛苦 都是很值得 一顆顆好吃的肉圓 是雅蘭對過世爸爸的承諾 而延續爸爸每天試吃肉圓的做法 更是雅蘭最認真看待的一件事 對 他生前叮嚀我就是說 你東西一定要照著 我們以前做的品質 只能更好 只能更好 不能更差 我覺得就是叫我每天一定要 就是試吃一個 才會知道說自己品質 有沒有一直維持著那麼一定這樣 所以你七年下來 你每一天都有自己試吃一個 每天都有試吃一個 每天一定會試吃一個 所以才會在過程當中 才可以感覺到就是說 這個筍子沒有炒 或者是有什麼小環節稍微舒適的 自己才會知道 自己才會知道 就是經營到現在 一定有一些心得了 還有什麼話你想要跟你爸講 我想跟爸爸想說 我很堅持他 從以前堅持的路走下來 那我只會把它發揚光大 那我會繼續堅持下去這樣 我相信你用生意跟你的行動 就可以證明一切了 就我光是坐在這裡 就看見好多人 就是準備要進來吃你家的肉 我覺得這是一個 經營小吃一種最大的欣慰跟鼓勵 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等一下 就是也要好好的 透有你的製作肉圓的過程 順便教我一下 好 然後也讓觀眾朋友知道 你們是怎麼樣堅持的 OK 好 走 現在就讓大家好好的見識一下 亞蘭他們家的肉圓 到底在堅持什麼 是不是 對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你剛才講的那個 含基混 對 純番薯粉 我剛才看你還沒在開路的時候 你要一直這邊攪 一直攪 為什麼 它很容易硬掉是不是 它很容易硬掉 就像純番薯粉 它其實冰過以後 它的口感都不太像 剛做出來的時候的樣子 所以你要再把它一直攪拌 要把它攪一下才可以做 對 攪到什麼狀態 攪到像是這樣 可以滴下來就對了 你這個含基混 跟一般的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正統含基混 正統含基混 它的軟Q度就是這樣 那如果不是正統的 它就會比較偏水 很容易就滑下來 就沒有那個黏性就沒那麼強 就會有點像澆水這樣 對 好 示範一下怎麼樣製作肉圓 好 你做一棟 我做一棟 挖底 挖底 對 你是不是覺得會有天分 好 加油 我發現做餐飲的人喔 心力都很散 這樣行不行 我幫你修漂亮一點 為什麼要修漂亮一點 因為才不會厚 要跟老夫一樣 要讓... 這厚薄也是要講究的就對了 對 有一邊吃起來比較厚 一邊吃起來比較薄 因為太薄了 行 OK 這可以喔 對 不錯喔 沒想到老王第一次做肉圓 就挺有模有樣的 接下來的步驟就是要放過餡料啦 而大器的他可是下手好不手軟 你放幾顆 我們都放六到七顆 六到七顆喔 如果吃到七顆不就很開心 對啊 就中樂透一樣有沒有 那我這個大手筆 今天就是因為你沒有看我的節目 所以我... 滿滿... 滿滿的 對 干貝 然後等一下就做記號 下次來你們就指定這一顆 就可以吃到十顆以上的干貝 然後放肉 這個肉厲害了 酵素豬 對 吃酵素吃得比人還好 然後蓋著以後 還要再把它... 還要再包起來喔 對 然後... 先下來 先單邊 對 對不對 厲害啦 你看 為什麼到現在早就應該要有掌聲了 是不是 連續幾天工作下來沒有一次 可以跟上採訪的對象了 我這個算是做得好的對不對 對 各位觀眾朋友 我知道了 如果你們看到有一顆肉丸 在油鍋裡載浮載成 它有露出一顆干貝的 這一顆裡面有十顆干貝等著你 所以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它 這個要把它整個蓋好 對 要整個... 你的好飽滿好圓滑喔 好 太過分了啦 我再修飾一下 是用這一面修飾是不是 對 用湯匙的褲子 你們光是一個道具而已耶 就是可以把整個肉丸 從零到有完成它喔 對 就是一個勺子 我算是修... 修飾不錯 不錯 我堅持這一顆 我不讓它藏進去 是不是 OK 不要老師都要我去 回去還要做特效對不對 真的直接鼓掌 不就回去可以審一次做特效的錢 好 這樣可以了嗎 這樣可以 這個算是個人的代表作吧 好 那我還想要問你就是 就是做到現在 有沒有什麼心得 是要建議人家如果 也想要從事賣肉丸的這個行業 就是要有很累的決心 很累的決心 很累很辛苦的決心 就這樣而已 就是要不怕累就對了 對 因為做吃的其實沒有像 大家想像的那麼 這麼輕鬆 因為你很多事情都要自己 自己來 然後你才會知道自己的品質在哪裡 尤其最累是過年這一段時間 跟打仗一樣 對 每天都在絞肉 每天都在炒筍子 炒筍子 然後都在切肉 做到現在你有沒有就是 跟你爸爸那一代 最大的這個改變 或者是更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回來接的時候 就是有做一些 像是宅配 然後還有Facebook這樣 所以其實很多都是可以直接上網訂購 就可以寄到那邊 不一定要到髒話 這是你爸爸被帶還沒有 都沒有的事情 他會只是覺得說我們只是在 不知道要玩電腦還是幹嘛 然後口感的部分跟食材部分 只有更精進 對 沒有任何的退步 那未來呢 還有沒有什麼夢想 未來的夢想就是 我可以讓人家知道說 真正純番薯粉做出來的肉丸的口感 是什麼樣子 而不是像是可能外面的修飾澱粉 做出來口感 人家就會覺得 那是真正的肉丸的味道這樣 好 電視機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感受 還有韓吉粉 對 做出來肉丸的口感不同的地方 真的你們要來到現場 而且還不是只有韓吉粉而已 還有這些豬肉啊 對 然後很多的食材都是非常用心的 只有你們到現場 用行動支持才能夠感受得到 好不好 希望來髒話一定要來這裡 對不對 好 謝謝 掌聲鼓勵一下 來 那這個可以下去炸的 這個還要再蒸 還要再蒸 再蒸完再炸 對 蒸過才會 好 才會是Q的 你不要把我的那個 塞進去 好 把你放在旁邊 好 對 堅持 雅蘭從美國 願意放棄高興 然後回來家裡 然後扛起家業 我覺得這樣已經是 令人非常感動 除此之外 他還有一個 堵一口氣的精神 你看他周邊的店家 很多人都很不看好他 他越是不看好他 他越堵一口氣 越用行動來證明 然後克服這一些困難 我覺得雅蘭你要加油 繼續秉持這樣的精神 我相信你父親 一定看得到他 1 2 3 GO 好 大家好 我是讲话最冷的艺人 九令蔡依林 大家都知道 我除了最喜欢我的男友景龙之外 我最喜欢是做翻糖蛋糕了 听说 有一个正妹要跟我PK做蛋糕 给你看一下他的长相 他有我正吗 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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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相信 他真的可以做出比我厉害的蛋糕 就让老娘一起去瞧一瞧 走 你是不是号称跟蔡依林一样厉害 会做翻糖蛋糕的正妹Beki 你好 我是Beki 没有错 这位拥有亲切笑容的正妹 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Beki 年纪轻轻的她 制作翻糖蛋糕的手艺究竟如何呢 赶快来瞧瞧吧 Beki 你知道蔡依林也很会做这种蛋糕吗 这种蛋糕叫什么蛋糕 翻糖蛋糕 那它跟一般蛋糕 到底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一般蛋糕是属于奶油戚风蛋糕 那当然蛋糕它可以做出 比较多的造型 它是用翻糖来当它的捏制成的 比如人偶 花 它可以做出比较写实的东西 像这个 它是小朋友的周穗蛋糕 然后妈妈就希望放一个小朋友的鞋 然后还有她最喜欢的熊熊 放在鞋子里面 它就是一个蛋糕的造型这样子 这种蛋糕就可以针对客户的需求 对 我们都是客制化 像这些也是 这是客人订的 那因为客人他很喜欢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然后他又是有玩乐器的 所以他希望把他的乐器 结合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做成他的一个生日蛋糕 这个糖是它本身的特质 可以捏成这些人物 对 可以 那一般的像鲜汁奶油那些都做不出来 奶油没办法 奶油不够 因为它的韧性还没有这个韧性 也不够硬 对 那翻糖其实它是可以保存的 譬如说你之后 过完生日之后 你想要保存这些人物 你把它放在干燥的地方 它就可以保存下来 但是就不能吃了 它可以放多久还可以吃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但你说真的放很久那种 你吃可能也不太好 所以我眼前看到这些 奶油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 确定 都可以吃 我可以来吃吃看 不是 这个不是 这是装饰 这个不是吗 我们吃这个 这个会不会有很多人 就是舍不得吃 会 因为很漂亮 这个可以吃 可以 你可以先尝尝看 它上面的糖 干糖的部分 有些人会觉得 放的蛋糕比较甜 其实不会 我们家蛋糕不会很甜 也不会很干 好吃吗 所以这个是糖 这糖 上面是糖 下面就是一般的蛋糕 巧克力鸭跟香草口味 你可以说的 我觉得蛋糕好好吃 那糖呢 糖看起来就是 吃起来会让我觉得有点怕胖 因为做得太漂亮 有点像假的 对 所以你感觉好像在吃一个 就是塑胶品 你知道吗 很多人进来会说 这个是蛋糕吗 那有咖啡吗 你是不是没有吃早餐很饿 对 这个因为蛋糕是很新鲜 对 就是今天了 对 刚烤出来了 是喔 很棒 对 你吃到上面的糖 你会不习惯 就是你已经看到的 跟你吃的感觉 你必须要自己 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这个东西因为 你假乱整就是常常 你再吃下去 就会觉得它是假假的 而且吃下去的口感 它就是带一点糖的味道 对 有没有整个翻糖吃起来的 那个口感的东西 整个翻糖 那你就把蝴蝶结拿起来吃 那你知道吗 确定 可以啊 可以吃看看 可以吃吃看 那些就像糖果 你吃吃看 你要不要先跟我讲一下 你这个蝴蝶结做多少时间 还好 这蝴蝶结是蛮简单的 你还可以教你做做看 确定吗 我很怕就是 你们其他的那个师傅 老师现在后面生气了 老师现在后面生气了 这是糖 就像 这其实就是糖果嘛 对 就是它是一片的对不对 对 而且味道真的没有那么甜 对 而且味道就是糖 这个小朋友会喜欢 我还是喜欢这个蛋糕体 为什么这一样是翻糖 那这两个口感差这么多 因为像这个装饰品呢 我们先把它做好 那其实翻糖它做好之后 不下到哭泣的话 它差不多五个小时 它就会变硬 对 所以比较少人会拿装饰品吃 会吃这个软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在我吃之前 不告诉我这件事情 想说给你吃吃看 但是它也是 对 配吃糖 对 它变硬之后 也会有点像糖果 对 那这个口感会比较好 这是刚做好的 对 因为它吃到嘴里 它会化开很像糖霜 有没有 就是会化开这样 而且它放在蛋糕上 蛋糕会有湿气 它就会比较软 可以让它出来做好了 所以它如果再放 继续放下去 它也会变硬 对 这样子的杯子蛋糕 通常都会用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去外面吃这个 比如说下午茶 就很少看到这种东西 像是生日 婚宴 这个婚宴很多 小朋友的周睡 对 那种派对都会用 也有些人会做成Candy Bar 就是摆出来会比较澎湃一点的 像这个 是不是这个 对 这个它是棒棒糖蛋糕 它也是蛋糕 里面是巧克力跟蛋糕 然后外面一样也是用巧克力去做成的 那有没有人就是客户要求一些 比较特别的这些 补案 或者是蛋糕 对啊 因为像我们是客制化 所以一般客人就是 你拿你想要做的图片 或想要制作的想法 然后我们就可以帮你把它做出来 像这里有个客人 他是来自爸爸六十岁的蛋糕 然后他说我要做一棵树 做成他爸爸 对 不是他没有做爸爸 可以做爸爸 对 然后他做树 为什么要做树 他说上面还有钱 他因为我爸去我们家摇钱树王 他爸爸的钱这样子 对 所以他去做一棵树上面有美金 然后送给他爸爸那六十岁生日 那那个树还在不在 其实我也蛮需要的 好 下次你生日可以帮你做一个 那有没有就是 动人的感情故事 也有耶 像之前有客人来做 他是又没有过来跟我们联系 他说他做一个 一个男生坐在飞机上 然后飞出国 然后一个地球 在地球椅上面飞出国的感觉 他就是他要跟他男朋友分手 希望他会飞得越远越好 对 其实不是 是要送给他一个旧情人 那因为他就知道 很久没有联络 然后得知他旧情人 现在开了一间旅行社 对 然后当初 因为他们没有结婚 就是因为可能家里反对 可能觉得对方 男生的男方不太好 这样子 对 可是男方为了 要证明给他看 他就自己努力当上的老板 他也不知道他拿过去给对方 是我们帮他配送过去 他也没有 他男方也不知道是谁送过来的 是喔 但他可能看蛋糕做 就会晓得了吧 那他们就是 送完这个蛋糕也没有 就是在一起的机会 没有 他们都结婚了 各自结婚了 对 所以这是很美的一个爱情故事 所以你要常常要听到这个 就是客户的一些故事 然后就是要去想像 他们想要的这个成品 对 他会给你一个想法 他大袋的想做方法 然后你要帮他画出来 像我们蛋糕就会帮客户画 就会帮你画出草出来 然后帮你制作出来 那会不会随着就是 他要的东西的复杂性 然后收费不同 当然 你看像后面这一个 类似像马车的这个 旋转路 对 这个大概要造价要多少钱 这个造价 因为他做工比较复杂 所以要几万块两万左右 每一个蛋糕它的价格都不一样 两万 那他花多少时间做 好几个礼拜 其实 因为他每个都是用雕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蛋糕 有时候看到后来 就有点像艺术品 其实它就是个艺术品 只是它可以吃 它可以吃的艺术品 而且客人有些也会 捨不得吃 就把它保安起来 就像这样把它保安起来 对 那你当初 为什么会来做这一个工作 我之前是在卖车 对 反差比较大的工作 是 对 然后因为家里的事业 然后人手也比较不足 家里比较忙 就回来帮忙 那你一开始从这个车业 然后转到车里 会不会有点不习惯 会啊 就会觉得 因为做班长蛋糕 会做这些蛋糕 会比较要有一点耐心 然后也都过错过 有时候做一做就会 为什么受不了 像之前有做过 配置的蛋糕 就是那个飞机飞出去 就是它 不是的 是你说的 那它做的是什么 类似像这种 它做一个很大的城堡 对 Kiki La La的配色 然后因为它上面 做光很细 然后它的装饰的流书 都像一个一个切出来的 那时候切一间 就会想把东西放了 我想走了 那个要大概要做多久的时间 那也要做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 那它看到有满意吗 还满意啊 当然 很多细节 越多细节 其实越花的时间越长 对 那这个难度是什么 除了就是你讲的就是 雕工要很细 然后要很有耐心之外 除此之外 有没有比较技术上的难度 是你一开始进来 这一行比较难克服的 其实因为翻糖蛋糕 其实有一个 它是最简单 但是也是最累的 就是揉翻糖 对 因为翻糖一开始 是从国外寄回来的时候 它就一块一块白色很硬 那你要把它用手 就用你的手去把它揉揉软 然后韧性揉出来 那其实有时候一个蛋糕 可能就很大蛋糕 你就要用四五十块翻糖去做 所以你每一块都是要揉 有时候我们大家老是能揉揉 还是要揉很久 四五十块喔 对 会很吃力吗 很吃力 有时候你可能揉弯 隔天起来手没有办法动 对 或是有些人可能看起来 很简单的饼干的画质来讲的话 因为它很细 所以你要很用力的去挤 那你手都会很酸 客户指定的这个蛋糕的量 大不大现在这个胜不胜心 很胜 其实因为蔡依林 她也带起一个风潮 现在大家都会比较想要 去客制她自己的翻糖蛋糕 做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也有一个月 卖得好一个月 做一百多个蛋糕 都是这种翻糖蛋糕 翻糖奶油都有 或是有饼干 或是黑糕都有 但大蛋糕做一百多个 所以大家就是没日没夜 那最长工作的时间要多长 就是早上来加班到半夜一两点 然后隔天可能八点起来 要送蛋糕 因为我们有全省的 就还要开车配送下去 轻送 因为蛋糕比较大 所以配送也要自己来 因为蛋糕很大 你说有时候宅配 它没有办法送 它没有盒子装 对那你说到那边 可能他帮客户摆设什么的 那你们配送上 有没有曾经有发生过什么意外 然后蛋糕倒了 之前那时候是 送婚礼蛋糕的时候 那时候一定要送三十个蛋糕 然后刚好下了停车场的斜坡 它有一个震动一下 但它就往前倒了 但现在大家都傻意了 想怎么办 就赶快就冲出来拿工具 拿那些制作的工具 然后重新去做一个新的 那大家都忙死了 吓死了 而且如果又加上就是 大家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的话 就很紧张 所以可是其实在配送的时候 比较少会失误 就那一次唯一一次 可是你们这个配送 要怎么装 因为你车子如果是有监装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端着 端到车上 对 然后会有指滑垫放在上面 要给它吹冷气 然后开下去 慢慢开下去 那它四周有需要固定 还是干嘛 放在车上 然后它有一个指滑垫 然后放在上面它就不会移动 然后车子要慢慢开 就开下去 高雄啊 台中啊 所以我发现不是 坐有这个技术的这个门槛之外 我觉得配送也 它有一定的难度 对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一般的这个翻糖的蛋糕 大概的价值是多少钱 就最便宜的到最贵 便宜的你说几千块也有 你说二 三十万也有 三十几万的蛋糕 对 因为站起来 蛋糕比你人还要高 然后它的做工比较细 它上面很多糖花 就是一层一层这样 对 好几层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 因为它都是上面 比较多一些糖花 然后它的蕾丝 雕花那些比较细 所以是给新人的 婚礼的 对 新人婚礼的 他们买完这个蛋糕 他们两个婚姻还在吗 还是满幸福美满的 这算是大成本 对 因为一般我看到的 就是像这样几层 就不得了 如果做到一个人 大概是一百六七十公分 我们光把它到现场 把它堵装起来 都花了一个小时 因为把它慢慢放起来 因为不可能直接这样子 端过去 所以你们是只要一层 一层一层摺起来 对 是分开来装就对 然后到那边再把它 花弄上去 那做这一个蛋糕 花了你们多少时间 我们那边也做好久 那边也做了两三个礼拜 就是很费工 不是大家想得这么简单 而且这个应该是 还需要就是一般人 先了解这一个行业 不然要花这么多钱 其实会蛮吓人的 对 应该大家会说 怎么会要这么多钱 可是实际 如果你真的来著作看的时候 你就知道 其实它要费你 非常多的功夫 还有时间 没想到蛋糕师 这样梦幻的行业 背后其实有许多 不为人知的辛苦呢 而Beggy 除了会做蛋糕之外 还曾经是一位 运动国手 我小一点开始打球 打到高中 那也打了十几年有 然后之后就 因为长大了嘛 其实童年男生也长大了 他们的力气也会比较大 可是打起来 女生来讲会比较 也拼不过他们啦 所以之后就没有再打了 可是曲棍球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看那个电视 那个比赛就是撞来撞去 对 你有没有因为这个运动 然后有什么运动伤害过 那时候就可能 因为我是守门员 那守门员更危险 因为常常要挡那个球 你们那个曲棍球那个是硬的 很硬 很硬 那你有没有被他打过 有啊 之前就是不小心被打到 一个比较私密的运气的地方 就当场爆肋 对 我小时候踢足球被打到 我也当过守门员了 真的 对 我被球 可是你没有装备 我知道啊 所以我们被球打到 都已经眼睛都快流出来 更况是那个要爬可以 爬可以硬 爬可以硬 然后有时候可能打到的时候 会当场麻掉 没有知觉 没办法动 然后就瘀青 那时候都不觉得 就是很危险 不想要继续 会觉得练球很累 因为以前那时候 我们在打的时候 也没有像现在有室内场地 这么好 就在户外 合并公园啊 这些 那还有没有什么 就是出国比赛 趣味的事情发生过 出国就是国中的时候 以前学校都有法制 特别很短啊 是 然后出国比赛的时候 国外人都会觉得我是男生 因为他们的男生 头发都比我长了 就也没有 国中来还没什么发育 这样 然后想说 你是个男生 人家笑我是男生 不知道怎么骂他 就算了算了 就觉得自己很可怜 你在做蛋糕之前 又是曲棍球的国手 然后又去卖过车 我觉得是比较man的一个性格 但还好这个 其实也有一部分 是需要靠体力的 那个做蛋糕 你刚才讲说 那个翻糖需要很费力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体验一下 可以啊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个 对 蛋糕到底 它的难度在哪 好 好不好 走 欢迎来到 Becky的彩妆教室 我发现你们做蛋糕 好多工具跟彩妆好 你可以帮我修一下鼻毛吗 可以 这个不就是修鼻毛的 是比较大一点 然后这是什么 怎么好多这种 就是很像彩妆的东西 因为 那它的功夫比较细 所以有时候要夾的 有没有 就眉毛过长 你可以把它拔掉 对 喂 老王也比较正硬的 赶快来跟Becky 学做蝴蝶结造型的翻糖啦 先张好使用摄数后 就可以开始进行染色 肌肉翻糖的工作啦 压一压就呢 怎么肉翻糖转 然后压起来 这样喔 转 对 这样 因为它现在有没有很 就比较硬一点 所以你要把它 让有韧性转出来 然后压 然后再压 对 就像揉面团一样这样 这真的很失利耶 是不是不是那么简单 这手法是可以的吗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很专业 所以蔡余林 你已经有竞争对手了 我现在已经会弄这个翻糖了 老王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后面还有很多步骤咧 揉完翻糖 还要经过擀平 裁切的动作 接下来就进入 捏制造型的重头戏啦 股提提怎么做呢 像这样子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我先做一次 你再做一次 把它拿起来之后呢 中间凸起来 两边压进去 就是一个抹接起来 真的耶 很厉害 从间扶起来 对 用两只手 用你的指腹 中的指腹 扶起来 然后你都把它压进去 然后两个压进去 对 对啊 不是 这边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可能太用力了 对 所以就变成这样 不过没关系 等一下我可以帮你把它修得漂亮一点 这还可以补救 就是 好 你的蛋装就这样 就男生做的 就这样子 这男生的标准的要求 会降低的对 没有关系 大家能够体谅你的 Beggy 你真的是佛心来着 好会安慰人喔 接下来再把蝴蝶结中间的部分 覆盖上去 就算大功告成啦 最后则是制作美丽的雕花装饰 老王能够顺利完成吗 继续给他看一下去吧 我问你啊 你做这个做这么久 你最讨厌客人问你什么 最讨厌客人问我什么 会惹怒你 一句话 他这个你们行吗 拿图片来问说 你们可以做一模一样的吗 这样就会惹怒你了 很怒耶 很怒 你刚做今天就觉得自己这么辛苦了 就觉得你在自己我的专业啊 那你会怎么回答他 我回答他 我们 我们的老师 都是准资或专业的训练 所以你可以就像他们一样 用客制化的蛋糕 那如果说 未来也有女生想要从事 这一个蛋糕的行业 你会建议他什么 建议他进去 1 2 3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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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GO 1 3 GO 1 3 GO 一句话 一句话 那这个你们行吗 拿图片来问说 你们可以做一模一样的吗 这样就会惹怒你了 很怒耶 很怒耶 你刚刚做今天就觉得自己这么辛苦了 嗯 就会觉得你在自己我的专业啊 那你会怎么回答他 我们回答他 我们 我们的老师 都是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一定可以做出你想要的一样 用客制化的蛋糕 那如果说 未来也有女生想要从事 这一个蛋糕的行业 你会建议他什么 建议他先去重训一下 是真的耶 我刚刚是用你这个糖 我就觉得好费力喔 对 而且 有些人会觉得可能 一开始想要做就是兴趣嘛 想要学蛋糕 但其实兴趣跟工作是不一样的喔 所以就是 不要以为这是好看的工作 对 其实他要 需要很多創造力跟耐心 耐心 然后也要很多的时间跟力气 没错 去培养 没错 好 压好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 推出来 很厉害耶 很漂亮 好 所以现在换你了 好 那我要用哪一个 这个可不可以 这个感觉有个镜面呢 所以 用那么多 就是这样 欸 这样不够耶 会不会不够 然后用这个压是不是 对 压一压 这样子拿 可以可以可以 你说这样 对对对 要把它压在模具里面喔 压在模具里面 才会有那个形状出来 对 放到全部都要放进去里面 全部放进去 对 好 那你自己把它推出来好了 答案即将揭晓 要转过来 对 然后把它推出来放在桌上 欸 好像生 好像孵蛋喔 这样也行啦 行啦 很漂亮 行行行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好 如果这样子的一个雕花 你们愿意要花多少钱 买我的蝴蝶姐呢 算是大功道成的各位观众朋友 不经一失不长一智啊 原来这个翻糖蛋糕 其实它是要很多的耐心 对 跟力气的 才可以完成一个算是作品 所以你们其实也把它当作一个 艺术作品来贩售就对 对 所以这是人家用心血换来 掌声鼓励一下 参与了整个制作过程 我才发现一个这么梦幻的工作 其实你需要耗费很多的心力 跟力气 还有心血的 就像Baggy讲的 我觉得做这个工作 绝对不能单纯只有兴趣而已 而是你要拿出你过人的意志力 跟你的耐心 但是Baggy相信你 你继续把你的国手的运动精神 拿出来 我相信这个精神 才是最吸引人的 最棒 加油